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说真的啦我们在这个国会里面事务非常的繁忙 所以我们也是今天早上从一早八点左右不到就来这边来签名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就是过程 那我们再把那个设备再稍微顺一下 那总之呢今天在委员会里面跟大家分享 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是到了高雄去考察 所以当时内政委员会呢我们就只能看到是委员会的委员在里面发言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那为什么这个巧星没有在 我看到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问说许巧星为什么没有来 其实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考察过程当中 说真的这个我们是我希望一定还是要能够去 那否则的话呢久了之后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选了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 但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活动你没有去参加 我们是不希望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即使最后去参加考察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多 不过呢我们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再一次跟我们所有立月新观点订阅我们的朋友打招呼 那同时呢还要再跟大家宣传一下中广新闻网我们现在好 好等一下我再重新开始一次 因为现在终于我们把两边都已经设定好了 那也跟大家抱歉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等于是第一次做这个立月新观点的直播 那跟大家分享我们会有两天明天也会有直播 但是明天的直播呢是国会日记的直播 所以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呢我们第一场新立月新观点的直播 再一次跟所有呢一起进来的看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 我是乔欣 那以后呢每个礼拜三的一点到一点四十五分之间呢 我们都会进行这个立月新观点的直播 我是礼拜三的时段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礼拜的委员会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的委员会其实最受瞩目的是立月的这个内政委员会 内政委员会在做什么 内政委员会是在问这个海巡署事件的专案报告 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那尤其是管委会管碧琳他亲自来接受这个被巡 那到底他会说什么 这是当时大家很关注的 但没想到呢再怎么样去关注这件事情 他们还是不愿意说实话 所以呢他们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 全部推给司法 就说是侦查不公开 可是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侦查不公开 它是规范谁呢 它是规范检调机关 规范检调机关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在案件还在这个进行当中的时候 你就外泄资讯给其他的人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呢这个侦查不公开 不等于我们在立法院问的时候 他可以侦查不公开为理由 什么都不提供 尤其在侦查不公开的相关的办法里面 其实写到了 如果有涉及国家安全 或者是重要的案子的话 是能够跟大家去做一些适度的说明的 那像这个海委会这次发生海巡署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当然是属于大家很关注的嘛 那你如果没有事实的做说明 只会引发外界更大的疑虑 所以呢礼拜一的这个内政委员会 我没有去 是因为我人在高雄做外交国防的考察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委员会是礼拜一 礼拜三跟礼拜四 一个礼拜有三天 那两位招委一栏一律 会轮流来 会轮流来排案 会轮流来排案 所以像我们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话呢 我们这个礼拜的招委是民进党的王定宇 下一个礼拜呢 才会变成是国民党的马文君 所以大家期待看到一些什么专案报告等等的 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呢 是要退府会 他们进行这个业务报告 那并且要备巡 然后呢 我们在国防部的部分呢 也会在明天 会邱国正 他会来这里备巡 大概就是这个礼拜的单位 就是退府会跟国防部 两个单位 好那今天呢 大家知道 我们退府会的话是 冯士宽嘛 好所以呢 今天冯士宽 我觉得冯士宽 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民进党的官员 就是说呢 即便是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然后再加上 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 有一些很激进的立委 每天都想着抗中保台 认知作战 但是他基本上呢 他还是讲他认为对的话 所以今天我问他一个问题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 大陆渔船越界就要炮击吗 对岸也是中国人 冯士宽说的 那他当然是下这个标题 不过我们细讲 我今天 首先是先问他说呢 520之后 那他还会不会继续虚认 那但他的意思 很委婉的告诉大家说 应该这个可以交给 更年轻的这个官员来做 那重点呢 我就问他说 这个惊吓海域的快艇翻覆事件 那冯士宽曾经说 两岸应该要有智慧化危机 为转机 这是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 然后他说呢 如果有其他机会 我问他说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 二十多年前呢 他做情报次长的时候 到金门去世道 那那个时候 两岸的渔民是非常和谐的 当然执法很重要 他也说了 执法是原则 一定要执法 你越界就是不行 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 自己的 我们的规定跟要求 那但是呢 他说 彼此之间是可以协调 而且可以互相谅解的 所以当时有越界的人呢 他请回来 不是关你哦 扣留个两三天 然后呢 再平和的把你放回去 所以呢 当双方都有这个默契的时候 第一 不会造成伤亡 第二呢 可以守护我们的主权 所以我觉得 其实冯士宽 主委他讲的这个 当时过去的例子 大家可以听听看 做参考 你说把别人请回来两三天 这件事情 是不是其实也算是 一个执法的过程 是 而且算是蛮强硬的 可是当你双方有默契的时候 就说越界之后 我们这里会采取的执法 就是温和的 请你回来 然后来这边呢 两三天再把你放回去 不会有人伤亡 然后呢 态度也是很温和 双方之间用协调的方式 然后我们仍然进行 我们应该要做的执法 他说呢 这是二十年前的状况 他也很希望 可以回到那个年代 当年呢 他是用智慧来保持平和的 所以我就其实心里很好奇说 那冯士宽主委 认不认为 现在民进党的处理 处理方式是有智慧的呢 其实我是打一个问号啦 那呢 我就讲说 有人主张比照阿根廷 只要渔船越界 就加以炮击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谁 主张这件事情的 是谁主张说 如果渔船越界的话 你看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支持海巡执法 王定宇 他过去怎么说呢 他说阿根廷海巡 开炮集成中国非法捕鱼实况 这艘中国渔船 还不是三无船舶 只是越界捕鱼 而且不服蓝茶 阿根廷的海巡警告不听 就直接开炮集成 他认为这才是向世界各国 回应中国非法渔船 入侵的方法 这是王定宇的说法 当时我看到就觉得这个人根本就在唬烂 那他是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那所以我就问 那请问王定宇的这种说法 主张比照阿根廷 只要对岸渔船越界就加以炮击 请问你觉得这是好的吗 他直接讲说 他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不应该这个样子 因为对岸也是中国人 所以实际上面两岸一家亲 在这个案例上面 想必逢世宽他是还蛮认同的 所以他觉得 所以他觉得说 实际上面有很多的方式能够化解纷争 但没想到呢 再给大家看一次 我想就是王定宇一直希望去加深彼此的这个误会 支持海巡执法 我告诉大家 没有人反对海巡执法 我们也都支持海巡执法 但是你今天能不能够有智慧 你今天能不能够透过协调协商的方式 让双方都能够在自己的规范当中找到默契 这是两岸之间执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执法归执法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说 不要造成双边的擦枪走火 敌意螺旋的升高 这两件事情都是重要的 没有说因为支持海巡执法 等于说两岸的敌意螺旋升高不重要 等于说两岸不需要协商 等于说两岸不需要谈判 不是 同时都很重要 所以其实冯氏快已经说给你听了 二十多年前也有渔船越界的情况嘛 但当时的状况 彼此之间是没有这么多误解的 是能够协调的 是能够协商的 所以我们海巡能够一方面强力的执法 但第二方面呢 我们又可以让这个事态不要再升高 所以我想其实冯氏宽他今天的说法 那还蛮明确的 所以这个是今天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有上一个新闻 陆渔船越界就炮击嘛 冯氏宽说呢 对岸他们也是中国人嘛 那我们应该都要秉持着 双方能够 还是呢 不是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海巡的执法 这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 但是我们希望秉持 双方可用一个协调 可以用一个协商的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还是相对是重要的 好 那呢 我们除了这个政治性的问题之外 其实我们都还有 也问了一些 像是我今天的咨询的内容 主要呢 是在讲说 我们现在退伏会 做了很多荣民之家嘛 那荣民之家 我们也买了很多 相关的这个配备跟设备 好 那我们今天就有给大家看 就是一个图表 就是呢 这些荣民之家 他们买了很多智慧照顾的产品 好 举例来讲呢 像他们有这个 生命真相量测自动上传系统 或者是呢 他有这个 安心卧床的智慧床垫 或者是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 VR 这个 这个生命真相 刚刚讲过 非侵入性的光纤生理监测床垫 很多都是这类型的 智慧床垫啊 然后呢 AI 零接触智能照护系统 那这些系统呢 我们都必须要很注重他的资安 为什么要讲要注重资安呢 因为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尤其我们 这是我们的退伍军人嘛 那我们的退伍军人的健康资料 如果资安没有保护好 被其他人拿去做不当的利用 被拿去做不当的利用的话 那其实就是会影响到 大家的生活 那尤其是医疗相关的院所 或是长照的体系 更应该要注意这件事 像是呢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22家医疗院所 受到一个勒索病毒的攻击 那国人的个资跟隐私 就暴露在危险之中 所以 接下来包含是 我们在荣民之家 也会做无线网络的建制计划 花不少钱 其实要花5249万 那他会优先部件 养护 试制照护 安养工作区 跟公共空间的无线网络 那这些过程当中 不管是智慧照护的设备 又或者是跟只要有网络相关的 其实都应该产品是需要有资安认证的 否则像是比如说保险公司啊 可能就会 对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很有兴趣 可是呢 我们就担心说会有 比如骇客入侵 或是不当的捞取资料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就是让我们会觉得 比较不妥的 那今天呢 我们在 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还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但是可能 媒体不见得这么多报道 就是呢 沈柏阳 我觉得他算是二度被打脸 第一次是 他上次在那个内政委员会的时候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就他就故意在这个台上讲到 有点影射这个高精速媒委员 然后就招伟就直接 就是叫他说要尊重 好要尊重 那今天呢 沈柏阳他是今天 外交国防委员会 第一个发言的立委 那他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呢 好 跟大家分享 他说 这个退降呢 常常到中国大陆去 遭到中共渗透 所以他要求退府会要研议 退伍军人如果设共谍案 只要在起诉阶段 大家注意哦 你看 他说的是在起诉阶段 在起诉阶段就要做停职 或是丧失权益的做法 我们国家 他还敢说他是刑法 什么刑法大师哦 我们国家的规定应该是呢 这个 如果你是被起诉的话 你还没有被判决 那等于是 你应该在法律上面 应该算是 无罪推定论嘛 但他却说呢 你看 共谍 只要被起诉 那就要停职 那不是啊 那今天如果司法检调 他不就变成说 他可以透过 司法检调的权利 使得我只要去起诉一个人 他就被停职 那假设 他后续在官司上面 他是胜诉的 他最后被法院判定 他并不是共谍 那请问这一段时间 他的名誉 谁要来帮他恢复 他的损失 谁要来帮他恢复 是要国赔吗 所以其实沈柏洋 提出的这样子的想法 是一个非常没有道理的想法 习维尼不断问说 哪里打脸 讲给你听啦 冯士宽跟你说什么呢 不可能提出啦 他咨询了老半天的内容 冯士宽直接打脸 他说不可能提出 为什么不可能提出呢 冯士宽讲的有道理嘛 他觉得这个要研溢 而且关于法律问题 要从法律程序解决 基本上你 只是被起诉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去限缩 他的权利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合理啊 你如果说他已经判决出来了 那当然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判决 有相关的法律来因应 可是如果你说要在起诉阶段 你就要去剥夺他的权益的话 那请问哦 如果定验以后 他真的没问题 那这几年呢 这几年他的损失呢 军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他退休以后 他也是有他的荣誉在身上的 结果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呢 去剥夺了人家 包含他的相关权益 等到他最后法院还他公道之后 这几年来 那该怎么办 所以实际上 我可以跟大家讲啦 这个冯士宽的说法很清楚嘛 他就告诉你说呢 有一些萧小 那是少部分的人 但是不可能去撼动退伍军人 对于国家的热爱 不可能的 所以他觉得 他意思就是说啦 你不要因为就是几个人 他可能是少数人 他这么做了 然后你就把他扩大解读 讲成所有的退降 好像都是这样 他是不支持这样子的看法的 我感觉是 然后呢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这整个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 那沈柏阳他第一个上场 但他提出的东西 似乎就不太像是一个 正常的立法委员会咨询的内容 然后这个冯士宽主委 也不太买他的单 今天呢 我们除了在外交国防的咨询之外 今天上午在八点半的时候呢 我跟葛如军委员 跟黄建豪委员 我们也一起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我们开什么记者会呢 是关于中华电信是不是呢 他们也涉入了 你的合作业者 是不是诈骗集团呢 这个是我觉得 今天我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还蛮重要的一个题目 这是我们今天的照片 今天我特别找来了两位委员 一位是在交通委员会的 黄建豪委员 一位是这个葛如军委员 因为他对于科技是相当了解的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呢 就是中华电信的合作厂商 有一家叫做魔方移动的公司 基本上呢 这家公司哦 它其实在过去 它已经被撤照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细节 它呢 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公司 然后呢 这个中华电信 它成立这家公司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哦 它其实官网上面就载名了 你看 这是这家魔方移动公司 在官网上面的资料 它就写说呢 本规章所称的虚拟行动网络业务呢 是魔方移动公司 向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行动网络经营者 去租用行动电话门号跟服务 好 然后呢 它再来 它就变成是 这家中华电信的企业门号跟软号 就由这家魔方移动公司来申请 所以呢 它们两个就中华电信跟这家魔方移动 它们是商业的合作伙伴 可是魔方移动 它第二类的电信的执照 已经被撤掉了 但是呢 中华电信还持续跟它合作 所以我们就怀疑说 请问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 再来我觉得更严重的是 涉入诈骗的这个问题 就是中华电信呢 它他们两边合作关系嘛 中华电信的企业门号 软号跟漫游的门号 会卖给这个魔方移动 那魔方移动申请之后呢 它会再卖给一个叫做卓一的系统 那它是由上海卓一公司去主导的 那这个台湾的公司本身也是中资 大陆这边的股权占百分之五十一 然后呢 卖给这个卓一的后台系统之后呢 他们就把刚才我讲的随选软号放在空卡里面 放在这个做成黑莓卡或是比特卡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会做成什么样的一个SIM卡 然后呢 再由台湾卓一公司跟飞速移动公司贩售 卖给谁呢 卖给一些炸鸡犯 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一些网卡 去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事情 所以我给大家看 这个事情是云林他们先前 云林的地检署有破获的一个 追查人头卡的门号 然后他们就找到了 这个有几个诈骗集团 以电讯公司的名义 专门做国内外的旅游网卡的 第二类电信业者 用合法掩饰非法 制作俗称黑莓卡比特卡的 漫游跟国内网卡 然后再去把它卖掉 三年来呢 不法获利高达六亿三千多万 然后呢 他们被加重诈欺 洗钱防治法跟多项罪名来起诉 好那所谓呢 他们就讲说 为了要去规避查契呢 他们就收集国人跟外籍人士的身份证资料 伪造KYC的实名制的程序 误导减调的办案方向 这是他们现场查扣的东西 给大家看 黑莓卡 他就说呢 你可以用三十天 多国门号等等的 这个就是 他们先去跟中华电信 买了企业软号 跟这个 漫游门号之后 然后把他的这个软号 放在卡里面 去做成黑莓卡 或是做成比特卡 好 然后他们拿去干嘛 这个是钱 就他们现场查扣的钱 查扣900多万 这些都是现场 减掉现场查扣到的钱 然后呢 这张图示 他的宣传 他就说 全台独有的比特卡 以下的重点 可以吃到饱 而且重点是 独立海外系统 防止骇客入侵 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 三角IP位置 无法掌握 所以这个卡 他本身就是违法的 他就是 卖给一些诈骗集团 然后让你无法被追查 所以很多不法 要去做一些 违法的事情的人 他需要手机 他怕 我的手机门号 会被追查 那可能我是 比如逃犯啊 或什么的 我就会被找到 我的位置 然后就被警方抓起来 你就去买这个卡 好 那你就比较不容易 被查到 可是问题是 这个卡的来源 就他的企业软号的来源 竟然是来自于 我们中华电信 这就是非常夸张的 一件事情了 所以呢 我刚刚讲的事情呢 在他的起诉书当中 都有写 那很多人问说 什么是软号 soft number 他是呢 这里的软是指说 这个号码呢 不是属于一个个人 他是由企业或组织 所拥有跟管理的 所以这个号码 他非固定 也非个人化 他是属于这个组织的 所以再给大家看一次 中华电信 他卖了企业门号的软号 跟漫游门号 给了这家魔方移动 那魔方移动公司 我也跟大家说 他已经被撤照了 那为什么中华电信 还要继续跟他合作呢 再来呢 他买了这个中华电信的 企业软号之后呢 去导入到了上海 卓一系统 那请问 这有没有资安的问题 显然是有的 因为他把软号 放在空卡上之后 拿去卖 卖给了诈欺嫌疑人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好 那今天黄建豪委员 他在交通委员会 质询的时候 他就公开的向中华电信 还有交通部长 问这个问题 最扯的是中华电信 他竟然说什么呢 最扯的是中华电信 他竟然说 不是我卖给诈骗集团的 我们从这个图上 可以看到 当然不是中华电信 不是中华电信 直接卖给诈骗集团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诈骗集团 会拥有你的 这个软号 他可以去制作黑莓卡 跟比特卡 甚至是用中资的公司 这都是跟你的 共同合作厂商里面 去申请的 所以他是 透过一家合法的公司 当时合法的公司 做了生意之后 再卖过去 再卖过去 他就变成诈欺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是 为什么在疫情之后 有这么多的诈骗的问题 这个公司 他们什么时候 开始做诈骗的 我们从检方的起诉书 都可以看到 他也是在 疫情之后 因为他们本来 是做这种漫游卡 结果疫情期间 就没有这么多人要出国 他们就没有生意可做 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念头 打到什么呢 打到了这个 他们就把念头 开始打到了这个 诈欺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 中华电信的合作厂商 涉入了诈骗事件 不是直接是魔方移动 去诈骗没有错 也不是中华电信 卖给了诈骗集团 没有错 可是中华电信 卖给A厂商 A厂商卖给中资 中资去做了违法的卡片 违法的卡片 再变成是诈欺嫌疑人 拿去欺骗社会 大众的工具 好 然后呢 有人说 不是只有中华电信 买没有错 因为呢 其他的部分 台歌大远雄 跟台湾之星的 企业门号 是跟台湾卓一申请的 就是他们是直接 卖给台湾卓一公司 那但因为台歌大远船 跟台湾之星 他们并不是属于 国营事业 所以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监督的对象 我们还是会 以国营事业为主 因为如果连 我们的国营事业 都涉入到 这样的案件来讲的话 那民众当然会 对台湾政府的 这个资安 资安有所质疑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一个 我们再整理一下 中华电信 跟魔方移动的关系 它涉入到 三个症结点 第一个症结点呢 是魔方移动 已经被NCC撤照了 为什么双方 还是有合作关系 第二个症结点是 魔方移动 向中华电信 去采购了 企业门号的 软号跟漫游之后 那辗转的 卖给了中资 又被卖给了 诈欺嫌疑人 涉入诈骗案件 再来是什么呢 这个数据漫游的资源 到了中国大陆的公司之后 它再流回台湾市场 造成国人的各资外泄 好你看 这是前面是我们刚介绍过的 中华电信 卖给了魔方移动 魔方移动 卖给了上海卓一 这个SIM卡的后台 是由上海卓一来制造的 中华电信 卖的只有号码 但是卡片 以及后续的后台 是中资 上海卓一 然后上海卓一呢 它在回到 这个台湾的卓一 跟飞速移动 等等的台湾电讯公司 然后在干嘛呢 你会经过 你可能就会到虾皮买东西 可能会通过旅行社 可能有通讯航 因为你已经 手机上装了这个门号 开始使用了嘛 所以你的很多的资料 就会被记在这个卡上面 记在里面 它可以从后台捞 那捞了之后呢 国人出境嘛 你是因为是漫游卡 所以你要去可能买 买东西要出 你去记录你的这个 相关的一些 可能你的个资会记在这里 然后就出境了 所以你的个资就会被掌握 好 那是不是已经发生过了呢 我念一段起诉书里面的内容 给大家听 他们呢 一开始接被 快要被调查的时候呢 他们就请 上海卓一管理层 将搜集来的国人身份证 等等资料 提供上海卓一公司 回复检调单位调查时使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家中资呢 他去搜集了国人的个资之后呢 再提供给其他的公司 然后让他提供给检调 那等于是有点作假资料啦 那总之就是违反个资法 这一点是有被 这一点是已经有被起诉书里面 都已经载明的 所以我再跟大家简介一次 这个案情喔 这家公司叫做魔方移动 再给大家看一次这个营业规章 它上面也解了 他们就是跟中华电信在合作嘛 中华电信作为一个国营事业 那跟你的合作厂商 你第一人家有没有照 你没有去核实 第二人家涉入到诈骗的行为里面的时候 你也没有去规范 那后续所产生的包含是损失 或者是责任 那请问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 大家要再多多的去关注的 否则的话 在这些所谓的诈骗的讯息 垃圾的简讯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对于社会造成很多很负面 跟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呢 也在交通委员会里面 有做了一个临时提案 那就是要求中华电信 他针对这些包含是他的合作伙伴 合作的公司 要重新的去了解 有没有各资外泄的情况 我们不能让国营事业 变成是各资外泄的源头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强力的来监督这件事情 那大家很关心的这个 反诈骗相关的法律跟规则 我们也已经就是有送 刑法的这个334条的诈骗的部分 诈骑罪的刑则行度提高 现在目前在立法院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都是已经送案送进去了 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这些不同的版本 到时候应该会是并案审查的 所以到时候审查的结果 不管是什么 我相信在刑则跟刑度上面呢 都会有效的提高 所以刚才小农菜员问说 是中华电信跟上海合作吗 是辗转之间 变成是跟上海合作 二百 二九 三十 三爷 你在算什么啊 我在算三十万 什么时候会搞啦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即将要迈向三十万订阅咯 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 最犀利的分析 现在就打开 YouTube搜寻中广新闻网 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陪我们一起冲向三十万订阅吧 中广新闻网 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Joseph Wang说呢 因起诉就取消待遇这种事情 中华职棒就有过 但也因此让2010年 和叶军章和高士刚 并列的三家 三大国家队捕首 陈鸿鸣蒙冤 而起诉期间 也导致他被拉牛熊开除 尽管最后无罪定验 但也没有再回归球场 只在2015年担任了转播球评 请问谁能赔偿陈鸿鸣的损失呢 Joseph Wang讲得很对 所以我认为我们当然有相关的法律 去规范退降 退休以后的行为 再包含是你在这个国人 如果我们在两岸的交流当中 假设你真的有碰到这种所谓的 你成为共谍 比如说你去帮人家去吸收组织 发展组织 或是刺探情报 我们自然有相关的法律 去做规范 可是这绝对不是说 起诉的过程当中 他还在调查 你可以去评论这件事情 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 魔方移动 他就是已经被云林地险主起诉了 我可以根据起诉书里面 他被评论的部分 这个检察官所调查的结果 起诉书的内容 我们可以去评论去讨论 可是我可以因为 我们刚刚讲魔方移动 我们可以因为 魔方移动 他只是被起诉而已 我们就讲说 因为这样要把他公司关掉 不行 那就是法律有法律的规范 刚刚我们讲到魔方移动 他是自己本身 他就已经被撤罩了 所以他可能没有去申请或怎么样 所以他本来就没有资格继续合作 可是我们可以讨论 要求我们要严格的管理 可是你不能说因为这样 他的公司我就要直接把他关闭 政府可以选择不要跟他做生意 但政府不能去关掉他的公司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退降 沈波洋说退降 只要被起诉 那就应该要立刻的去暂停他的 就停止他的权益 那就真的啊 如果最后他是无罪定验的时候 这几年来请问他所蒙受的损失 谁要来赔偿他 尤其他还是一名军人啊 这个军人他对于保家卫国 他有自己的荣誉感 那这样子的一个荣誉感 如果因为沈柏阳的一个提议 那冯氏宽假设就照着做 然后的话到时候造成我们很多的退伍军人 这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灾害灾难 然后最后呢 你再说我要还你公道 那真的已经为时已晚了 可能真的就是 人说不一定都往生了也不一定 所以还好是冯氏宽 他并没有被沈柏阳带风向带着走 没有被沈柏阳带着走 所以我觉得在国防外交委员会是这样 我们当然一方面 我们是要去支持中华民国的主权 这是我们一定要坚守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在坚守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之下 用一些比较有智慧的方式去处事 不要随便就说 我要喊打喊杀 这个都是嘴炮而已 根本没有用 所以呢 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沈柏阳 沈柏阳的说法 那个 涉入共敌案起诉就丧失越退吗 冯氏宽直接告诉你 我不可能提出 不可能 这里也不可能提出 这是我觉得今天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官员 直接打脸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那但是呢 沈柏阳当下可能也很尴尬 他也不要说什么 所以他就把他讲完 就结束了 那再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经常在很多的这个绿营群组里面呢 都有这个在卧底 最近他们又开始了哦 他们最近呢 就是在反对那个陆配的平权法案嘛 他们反对陆配平权法案 他们就在群组里面宣传一件事情 他就说呢 他们3月12号 3月12号礼拜二11点 要到立法院来 干嘛呢 反对洗人口修法 他们直接歧视性的去把陆配平权法案 然后讲成这是一个洗人口的修法 这个很好笑 然后呢 他就讲说 他的行程是这样 给大家看他的行程 他的行程呢 是好早就要起床 5点半就要起床去集合 在台南左营站集合 集合完之后呢 搭游览车5个小时到立法院 然后呢 抗议完之后呢 可以去吃便当 吃完便当之后呢 然后就 吃完便当之后就回来了 那现在呢 要播一个 要播一个音档给大家听 就是 等一下 我把它打开 我们现在来播一个音档给大家听 我自己都还没听过 喂 请问你们是台湾男色吗 对 我在台湾男色 台湾男色喔 我在网路上看了一张图啦 他是说要去看他反对洗人口修法 这类 对 那这一天又有 又有帮人报名了 你有高雄车要去到这里吧 对啊 对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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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南去高雄 还坐车去 好吗 但是你会车怎么不扶 因为我六天前发车报的 不扶告台报 对啊 对啊 我 我 直接 暗时就先去高雄了 我 太感兴了 太感兴了 对啊 对啊 有什么人跟你报的 你怎么知道 对 对朋友传给我的图啦 我是说 想问问一些问题 他说 这感觉要买钱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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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喔 因为我们的车 要去 但是 我们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要够多位 所以可以 没人要去 OK 好 是喔 啊 中途是吃便当还是吃餐厅 没有啦 简单吃便当啦 简单吃便当喔 哦 是喔 所以都不用钱喔 是啦 我说 不好意思 没办法 去车 因为我们还要回来 还要走下班时间 来打车 是喔 所以 可疑就要 不然说 他 带可疑就要 准备吃便当 简单吃便当 就回来了 对啊 啊 这问题 是哪个立委出钱的 你怎么说 对啊 我 台湾南车 不是立委出钱的 没有 立委出钱啊 都自己拎出 台湾南车 对啊 是喔 哦 你们才有心 是立委出钱 叫我们 东湾南车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 对 不好意思 你还问你 为我们 哦 我想说 是 就是民进党 要照我们去啦 哦 哦 因为 从而我是民进党的朋友啦 我想说 应该是民进党的在照啦 我想说 不要去跟他转车一下 应该是说 看优质都是 看优质 所以 所以是你们 台湾南车 自己出钱 对 对 哦 都要6钱 就人去 就带我们去 地坏 这样 就是跟温泽 回来啦 跟温泽 好 大概是这样子哦 就是呢 这个 我们首先呢 要先称赞这个客服小姐呢 非常的客气 她非常客气 很友善 我相信 未来可以增加 这个台湾南车的 这个报名率哦 但是第二个资讯呢 是没什么人要去哦 所以游览车上面 还有很多的空位 那第三个呢 是他们来的话呢 不管是 游览车的钱 或者是呢 这个便当 用餐吃便当 吃便当 都是免费的哦 所以呢 很多人来 或许他也不真的 知道要干嘛 反正就没事的话 就搭个车 履个悠 然后吃吃便当 那总之呢 我是非常反对 他们叫做什么 反对洗人口修法 这样的说法啦 基本上呢 这次所谓的 陆配入籍的法案 如果我们从说 他的身份证取得 六年缩短为四年 请不要想说 这叫做缩短 这叫做平权 因为就是跟外配 是一样的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社会上面 不需要对于 陆配的家庭 有这么多的歧视 我们希望说 大家都可以 就是好 一视同仁 不管是外配 或是陆配 我们都叫他什么呢 都叫他新移民 他们都是我们的 新移民 所以新移民 他们取得 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我觉得应该 要有一致性 所以这次台湾 南社呢 就特别要来说 要反对洗人口修法 我是非常不认同 他们的主张 但是呢 这个接电话的小姐 她态度相当的友善 而且很客气 这个是还蛮优质的 所以我们就 特别做了一个小实验 就打电话去看看 到底来参加这些活动 要不要付钱呢 不用 免费的 但总之 我是希望说 民进党未来 在这个政策上面的讨论 不要用什么洗人口啊 然后这些歧视性的语言啊 我觉得 这个对社会来说 都是造成一次两次 三次的分裂跟伤害 那据说民进党 他未来可能会 强力杯葛这个法案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是不是民进党 在选前的时候说 新移民都是我们的家人 不断的去争取 陆配的选票 但是回过头来呢 当我们在权益上面 要追求一个平等 跟反对歧视的时候 他们又不见了 好 再来就是呢 这个 有人说 有些陆配也是很绿 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这个脸书上面的一个事情 就是呢 大家应该有看到 最近我在脸书上面 讨论到 所谓的焦虑嘱咐这个事情 其实是媒体访问我的时候呢 我说 我觉得民进党不用太紧张 陆配是不是他们就是会投国民党的 好像因为他们一直讲说 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什么之类的嘛 我就说也还好吧 不会说陆配来台湾之后 他就投民进党的啊 也有支持 也投国民党的啊 也有支持民进党的啊 比方说像当时我就讲 因为比较有名嘛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那你为什么要举他为例 不是因为他是公开登上 民进党的选举造势场合 而且当时新闻都有报道 所以这是一个公开 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资讯嘛 在2022年的选举活动上面 民进党办了一个竞选活动 叫做社群之夜 这个很有名 当时他们就请了所谓的 陆配网红焦虑嘱咐去站台 所以他不是 他如果是坐在台下的话 我也不会公开出来 但他这是上新闻的 而且几乎各家新闻都有报道 然后呢 他就是站在台上讲说呢 一定要去投票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哦 如果你在民进党的造势场合上面说 一定要去投票 啊台下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请问你这是支持国民党 不可能吧 是搞错了什么 所以我当然就觉得说 他支持民进党的啊 结果呢 我就被问到 我就说像这个焦虑主妇 他之前也是支持民进党啊 然后他就暴怒 他就说 怎么可以说我支持民进党 我支持祖国统一 但是我很讨厌 许巧新跟国民党 然后呢 完全不讲 民进党在陆配的平权法案当中 对于陆配的伤害 那我就还是觉得 你是支持民进党的嘛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 他是支持民进党 因为一个 你说叫做网红的陆配 对于民进党 他对陆配这么不友善的一个说法 什么洗人口 类似这样的说法 竟然完全没有想要表态任何事情 然后呢 只说 许巧新很恶心 很糟糕 然后国民党很糟糕 那完全无视于 我们今天提出的主张 是希望让陆配能够更快速的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他自己也有啊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重点在于 平权 新移民都应该要 一样 所以呢 有人说这个陆配去支持一个歧视他权益的政党 也蛮好笑的 但是这是他的权利 所以我就讲 他要怎么样骂我 那是他的事 那是他的权利 但是我要怎么样支持陆配不被社会上所歧视 这是我的坚持 所以我不会因为他骂我 就说那我不要支持陆配 不会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 陆配白白种 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政治主张 政治光谱 也会有像他这种 在民进党的社群之夜登台说 1126一定要投票 而我认为他是支持民进党的类型 也有啊 这不就是成 这不就是我们社会的多元性吗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 陆配进来就是他们都是投国民党的 所以国民党才要支持 不是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台湾社会上面的平权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好啦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杨核显